好几天吃肉 尤其是猪肉 今天想做点五花肉 这五花肉改的挺好 做这个红烧肉呢 这块呢不能太小 这正好是一分为二 这块呢是腐类 就是肚子这块 我们叫五花酸平 上面这块呢是硬五花 白糖 这是来炒糖测用的 蛋料 桂皮 香叶 然后往这额外加了一小小片的白纸 然后加了几个白蔻 大葱 大姜 这样呢可能做红烧肉呢 没人放蒜瓣 可以回去试一下 因为这我是根据我的口头做的 现在咱们买的这个酱油啊 基本上都是调制的酱油 所以说呢它少了很多的 酱油口的这个茴香 我每次做都是来一点点酱 然后把酱油跟它一勾 大概其的比例就是一比一就可以了 现在就得正义来 别疯了 成面为好了 大家一看这肉抽不了了 表屏有点那个金黄就成了 给它盛住了 好了 好烂 这个油呢给它倒入 你要炒个素菜啊可香啊 来一点底油 咱们呢炒个糖色 油不要多啊 油多容易封住人 这个糖大概在20克 因为咱这肉呢有二斤 糖色一定要小火啊 一块儿变炒了一块儿 咱们料香是为辅的 主要是吃点它的这个肉的纯香 葱姜蒜的香味基本上都出来了 咱们把这个酱油和酱给它搅和一下 因为这个呢你可以匀着放 不能说我就必须这么多 刚才咱们这是一比一放了 来 咱们少放一下 这样呢一定要加热水 这水面呢让它宽一点 因为这个肉呢它得需要长时间的炖一会 这颜色呢稍微有点偏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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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